各位 今天我們到神大醫院肝膽防衛科的縣中醫師 跟各位分享 一個叫 雖然是特殊 可是它是一個 相對 相對我們發現 平過電視鏡之前可以看到一個叫 阿瑞克指導病變的一個處理的方式 然後另外就是 通過電視鏡來治療這個指導病毒的狀況 那我先要介紹一下謝林中醫師 謝醫師是在古大醫學系畢業之後 然後接受民邦醫學研究所的一個措施的確定 他是在神大醫院的內科部接受完整的住院醫師跟同醫師的訓練 他次章哥走的是感染腸胃科 所以他的專長就可以從這些相關的疾病 包括常會到的疾病 還有我會遲到的膩瘤 然後肝臟疾病 那當然他一些檢查 現在檢查包括電視鏡和大腸鏡 還有一些核電視鏡和大腸鏡和大腸鏡 都有所專業 那今天考試就請謝醫師幫我們介紹 你自己跟會上還有阿瑞克 知道更多的一些疾病 謝謝你 謝謝各位朋友來這裡 那也感謝特殊的介紹 那我今天我是肝臟偉腸科 憲民中醫師 那我今天主要介紹這個所謂的第二個 手術 第二個是八月特食道赦品手術 第二個是所謂的內心抗體瘤手術 那為什麼寫告別火燒心呢 因為這一類的人他問他主要的症狀 一開始都是疑抹燒心的表現 那個人長期接受各式各樣的治療 追蹤 最後來尋求他的手術 來做一個改善 那我們先講 胃瘤膩瘤他到底在我們的胃精筆腔長進的樣子 其實就像我們圖片上面所顯示的 所以左邊這個是我們所謂的最輕度的 我們胃 我們食道裡面其實看起來 像是白白的 白白粉紅色的這樣子 但是當我們胃酸 胃酸脊椎石道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他造成會有一些發炎 或是破掉的現象 所以你看到這是最輕度的 一條線上來的 那到了比較嚴重的時候 就會所謂的整片 像這樣產生潰瘍 下面這個都是整個潰瘍產生 那甚至還會產生一些石道下來的 會產生 所以你會發現比較嚴重的便當東西 甚至還會說 都不只是火燒心 東西吞不在下去 都會有這樣子的可能性 所以其實從最簡單到最重度 會胃酸脊椎會這樣產生 那最嚴重的就是所謂的 有一些細胞病變產生 就剛剛講的發瑞特石道 那還有所謂的這個石道癌產生 那發瑞特石道到石道癌 這中間其實還是需要滿久的時間 所以我們都會希望說 這一病人可以在發瑞特石道的時候 可以儘早接受比較完整的追蹤跟治療 那我先講我們的一個五十歲的男性 你看他的石道跟剛剛這個增長的這個石道 來看其實差很多的 他整個石道都已經被 就是所謂的海岸線推縮 胃酸力有上來久了 就海岸線會推縮 就是所謂的這個 增長的黏膜 就一直往上推 推到這麼高的位置 那這中間大概已經往後推了三四公分以上 那旁邊這個整個 胃病 石道病的細胞也都變成不規則 那其實後來切片下 這樣子的病人 發瑞特石道的診斷上 除了類似器以外 其實最重要是靠著病理切片為主 那所以這個病人 他切片完之後 發現說是發瑞特石道 那其實跟這個病人解釋說 他其實長期這樣 維持到密流不消息的結果 導致這樣子的一個 細胞凝膨病變 那這樣的病人其實 他其實是從外面轉來的 他其實到外面說 他已經接受過 長期的清晰滋斷劑 這藥物是我們非常常使用的 我們市面上也可以賣得到 醫生的處方也都開得出來 清晰滋斷劑非常有效的一個 他可以再過去 可以醫治說 所謂的這個 細胞病變 簡單來說 其實藥物吃下去 他就可以預防這個發瑞特石道 從這個沒有病變 到開始有病變 可以一直這段時間的變化這樣 那同時他的效果 也可以改善症狀 所以在過去沒有這些電燒的 這個器械補助下 清晰滋斷劑幾乎所有病人 並備了一個藥物來控制 以及改善症狀 那這病人轉來其實就是因為 發瑞特石道追蹤很久 那切片甚至還出現一些細胞的病變 所以針對這樣的細胞分化 我們當然會擔心說 我們在他分化變癌細胞以前 我們是有一個動作可以直接 阻斷他的這個動作 那所以 這邊他最後麻醉下 我們發現是這塊病變是比較長的 那所以 後來我們針對他 使用了這樣子的一個電燒貼片 那這個貼片是從我們的所謂病人在麻醉底下做微鏡 然後我們用微鏡 生進去一個這個電燒的 攝影燒索素的這個器械 那他的器械很多種 那這裡當然不一一相素 那我們選擇了這個片狀的貼片 你看他一貼下去 一張金屬的貼片下去 他其實細胞就會變這樣子 旁邊會白白的 有點像是我們所謂的這個 炙燒過的痕跡 那中間就會整個都白化 所謂就是黏膜都已經產生了一個 燒索的一個現象 然後最後 那這個病人是剛剛的 這是剛剛的比較嚴重的病人 他也是一樣接受這樣子 那我們去做攝影燒過 燒完之後你看他原本的海岸線 大概在這裡 燒完之後變這樣子 那因為新生的皮 他其實顏色會比較 粉紅色比較淡 他的新生黏 那我們就看到他整個細胞 一個月後 其實他的黏膜交界 就推到這裡來 他原本在這裡 那燒完之後 就推到這附近來 就像右邊這個圖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同一個病人 所以其實燒的效果其實非常明顯 那你甚至我們這個 出後一定會做一些切片 我們會這裡做環狀的切片 也幾乎沒有看到任何的 巴拉瑞特使道 也沒有看到任何的這個 所謂的細胞平面的現象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效果其實非常明顯 出的 那當然很多人會說 他果然的效果燒完可以維持多久 其實大部分還是會往後退縮一點 因為維持當地也有本身 還是跟大家的飲食習慣有相關 所以就算術後他覺得改善了 有些人反而會因為這樣吃了更快更急 所以還是做的後再是會需要病人嚴格的遵守這樣子 那剛剛講的是所謂的巴拉瑞特使道電燒 目的其實組織巴拉瑞特使道的惡化癌化的現象 進一步減少使道癌的產生 那再來介紹兩宿療 包括抗膩瘤的黏膜消毒素 還有所謂的抗膩瘤黏膜切除素 這兩個我都把它合在一起叫做內視鏡的抗膩瘤手術 那我們人物力氣就是說像我們 這是我們內視鏡用倒鍋的方式去看 這是噴門的大小 像這個病人它其實就稍微比較大 這是內視鏡的管子 一般我們倒鍋像我們的食道的噴門 可以包住我們的內視鏡 但是像這個病人它其實已經送開了 所以你會發現它跟這個內視鏡的這個管 幣其實是一段距離 這個病人也是一樣 那所謂的切除素是把泥膜切一大塊消下來 導致這一產生未來產生一些結痂的現象 產生一些兩性的霞栽 那刷手術也是一樣 在這裡做一個局部的電燒 當作產生一個新霞栽 那你可以看到左邊這個是所謂的黏膜切除素 它切完之後它切了你看 挖了一個很大的塊洞 整個底下的組織都附露出來 但是在一兩個月後它的對中發現說 它因為這個黏膜這個修復的過程中 產生一些兩性的霞栽 所以你看它的噴門怎麼變得那麼鬆 幾乎緊貼著這個所謂的內視鏡的關閉 那後續的對中也都效果都很好 尤其是病人的生活品質是可以大部分的改善 大部分需要吃藥的病人 大部分後續一年內幾乎是可以完全不太需要 使用藥物的治療 那像這個所謂的右邊就是黏膜燒酌素 是用電燒的方式 不同的方式但是目的其實一模一樣的 它用燒酌完之後導致後續產生黏膜的狹窄 那既能改善這個巴雷特遲道 改善會遲到你有了一個症狀 那所以這兩個都是從我們論文的處處 來展現這個圖案 那其實我們自己也有做一些病人 這病人應該是這樣子 燒完之後變這樣子 燒完比較安一點 不過其實看一看到 它這個噴門的位置 其實已經非常貼近我們的內視鏡中間 那這個病人其實後續它的改善幅度是非常大 這個病人它是剛剛講的案例1 就是巴雷特遲道和病人 然後它的根本其實也非常的寬鬆 所以它除了跟我們說 他做巴雷特遲道的連刷以外 他來說他們做的症狀也有手術 所以這50歲的症狀他接受完之後 他原本是一天大概是一次的PBI 就是所謂的剛剛心理肢阻斷劑 那額外還要再加很多的微酸一些綜合劑 但是他在這樣治療下 他其實第一個他晚上睡覺可以平常 然後而且他晚上可以不用吃藥 早上也可以不用吃藥 所以他其實後續他可以感覺到他的 其實為什麼你的事情怎麼改善 那當然剛剛那個巴雷特遲道的部分 我們剛剛講的 他那個海岸線的綠座的現象 燒完之後也是整個回復得很好 那這個也是我們之前做的 它的噴門原本是這麼大 可以看得到 我們微鏡的管子大概是1公分左右 所以它的寬度大概是超過1公分 那燒完之後就變成這樣子 幾乎是整個可以貼近我們類似界裡 所以其實噴門的寬度會說得非常的像 那很多人都好奇說 那我後續還是我就可以開始去大零大肉 這樣可不可以 那我的這個抗膩油做完了 我是不是就會開始正常的飲食 繼續好我的氣候 其實錯誤的 因為噴門的變鬆其它不是 有些人是體質 那其它們都還是跟你的生活習慣有關 那你如果今天每天都吃得很飽 每天都吃自助餐 吃完之後另一個躺下來 其實你可以想像你的胃其實會常常被撐開 鬆掉 鬆開鬆掉 那你的噴門是胃的上方 那其它也會跟著被撐開 所以其實生活習慣就會導致你的噴門 後續會變鬆的現象 所以還是一樣 原本如果體重比較重的 還是建議要持續保持一個體重 要持續減重 那最近的這個枕頭電膏 它可以改善你的胃食道膩油 那一樣睡起來是要進食 兩三個小時內 等你會排空後 才可以建議平湯 那所謂的高脂肪 茶類的東西要盡量避免 那巧克力啊辛辣的食物 胡椒這種刺激性的食物 還是要盡量避免 那褲帶的中頸度也會改善 壓迫的腹部 它導致你的胃的壓力上升 那噴門會因此的放鬆 那香醃 那香菸啊或者酒精 這個也是盡量不要 那另外有一些會好奇說 那我有什麼額外的 那會開始去運動啊什麼的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改善我們的噴門的這個壓力 其實有 這比較 其實腹式呼吸 它就會改善我們的 所謂的噴門的壓力 受緊鋪 所以有一個叫做橫隔膜的運動 不知道他有沒有聽過 橫隔膜的運動其實就是 類似像腹式呼吸 那它的方式其實做久了 可以讓你的橫隔膜的肌肉 練緊 我們所謂的骨盆腔 有一個叫做凱格爾運動 它可以強化我們的骨盆腔肌肉 那橫隔膜的運動有一個叫做 也是通過類似腹式呼吸 那其實方法很簡單 就是大家可以一隻手放在自己的胸口 那另外一隻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面 那你會先吸氣 吸吸吸吸吸吸 然後讓那個肚子整個捧起來 捧起來之後 你相對上再讓臭褲再整個捧起來 所以簡單說就是讓你的肚子整個吸爆之後 胸腔再吸爆 那呼氣的方式就相反過來 先讓你的胸腔會塌下去 然後再讓肚子整個消下去 所以簡單說就是先練習這樣的肚子呼吸 然後胸腔整個呼起來 然後再整個把氣整個塗掉 那這樣子的呼吸方式 其實是可以改善你的噴噴的這個壓力 那這就是剛剛講的 所以就是先坐直 然後一隻手放在你的上腹 一隻手放在胸腹 那你把它吸吸到飽之後 然後再反過來幫他把氣吐掉 那其實這個就是訓練你的橫隔肌膜 氣肉的這個張力 那這樣有機能改善維持到你的現象 那一天的話大概兩到三次左右 那所以其實平常開會的時候 就可以做這樣的運動 然後我的報告進去到這裡 好 我想各位在聽個當中的他們 在說 聽說嗎 好 如果他還是這樣 就好 先生您好 這邊兩個問題請教 謝謝 謝謝 謝謝